大家好啊今天是7月8号啊早间新闻分析啊我们就今天会cover蛮多新闻的 然后呢我们先说一下今天的预测啊就是呃今天呢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就是crude oil inventory 我感觉会是利空的他爆出来的话然后是呃加呃positive 1.5到4 就是说positive的话呃就说明他那个他inventory是增加的inventory增加的话呃就代表呃他的呃市场上的那个呃activity会少 因为很呃很少就是用的用石油的人就不多了嘛就travel会少呃开车会少什么的 然后呢他的estimate的话今天我看一下抱歉忘记拿出来 今天estimate的话呢是呃 是负3.14对吧负3.14的话就说明他他预计这个呃是这经济还是在就慢慢的复苏的嘛 但我们也知道就是经济现在慢慢的又lockdown呃怎么说呢 之前是呃然后他他虽然forecast这么多但是我感觉可能会是震的 然后这会是个利空的消息呃因为他们太optimistic了 呃然后呢 然后呢呃早上的话预期是震荡然后10点半开跌然后会有小反弹 但走势还是看低的 然后呢呃今天呢会呃呃 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今天的daily啊coronavirus cases啊new cases又要上上去 这只是一个每次都会是个小小回 呃回呃呃小回调然后再往上对吧啊 然后呢death的话大家已经看见这次就是我们之前已经在说嘛 就是这次呃不是说人呃呃coronavirus变得less fatal了 而是他的case发这么多你要给他时间发酵对吧 这是July的呃就是通常可能要两到两个星期可能会撑不住 呃人会撑不住呃所以现在开始要继续发酵了 这个death的话可能就会是华尔街用来呃降低市场的一个呃工具 他就会发发出一张牌就是说哎death又创新高了呃之前 因为之前推特上trump也一直说呃其实那个死人死的呃人死的越来越少了 所以coronavirus不用害怕的但接下来肯定就要打脸了嘛 呃戏剧上戏剧性的打脸在华尔街是呃当然是一直会有的吧 对吧然后呢呃Walgreens呢他他那个他strike the deal with primary care companies 就是就是说他更多的医生会的他们的呃更多的Walgreens Walgreens branch会开office呃开clinic 然后呢就就那个就为了就是diagnosed的嘛就是primary就是呃呃就是简洁的那个简洁的diagnosed 不是说可以在那边做手术只是在那边就是payout呃就是对你就可以walk就像walking clinic一样 然后呢呃然后呢这个呃这个让这个股票呢涨了就是after hours的时候涨了两块多 2%当然然后我们看一下year to date的话说实话其实这个walking呃可能会是一个好的一个investment对吧呃接下来可能这个新闻发酵的话它会更好 而且walking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怎么说呢呃我感觉会会是一个好的long term play而且大家也看到dividend是4.3%对吧 所以呢我觉得walking你们要是想入的话今天也是个好机会我们也可以说一下我们也可以到时候呃当 我们也写下来嘛walgreen啊44.2啊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也track一下我们呃就是我们推荐股票我们说可以可以那个买的股票他过了一个星期过一个月或者会是什么怎么样的对吧呃我们是说是在呃43就43.5的时候买的 好吧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各个呃对啊还有呢就是一个大的新闻就是brook啊brook 就是在美国的话 如果就是你们 这个其实是在美国一个非常 非常高档的一个 就是店 然后呢它为什么高档呢 高档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它都帮那个 很多president dress过 both having dressed 40 US presidents 对吧 and countless investment bankers 所以这个呢它其实是非常的 稍微等会再 再answer那个call的问题啊 那个这个的话就是 怎么说呢这这就说明 这个的话这个新闻一出来 其实华尔街也也有 有所反应的就也也不知道 是不是啊是不是那个 最大的啊是不是因为 这个原因但是这个确实是 让很多人就发现 不管是大的还大的可能 盘子要大一点cashflow一段 就不行了啊所以 有的大的公司像Messie JPenny什么都也file bankruptcy 但是啊那个brooks brother 这种小的做法就是小的小而今的做法也是撑不住了 然后brooks brother如果大家不知道他他不是public的 但是呢他确实是在很多投资人心中啊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啊 啊位置的重量的 然后他的啊他其实算是在levy的就是levy的话是呃一百五分之一吧 他的sales revenue 对就profit不是profit 他的annual sales 对 这annual revenue 对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uk unveils back to back 呃back to work bonus 然后他你去你在英国吃饭的话你都是半价 这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 呃只不过不知道他们的那个他们呃用来做subsidy的那些呃他们budget够不够钱够不够 就是会不会又就是真的是有10块钱他们要花20块钱为了救失呃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其实呢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呢啊uk的market其实也没有怎么变动吧啊也没有因为这个怎么变呃变得怎么样啊涨涨一波啊什么的虽然这个我感觉是非常利好的一个消息 因为这个的话因为uk已经好好一点了嘛就不会不是那个在像呃不会不是不像美国一样还是在那个人心惶惶然后很佛系的对待这个新冠他的话是真的已经就怎么说了就最最最坏的可能已经度过了而且他们也知道这个新冠的厉害了对吧啊然后呢他们因为总总理都知道总理都得过了可能川普得过以后他才会对这个有点呃更更加 关注啊那也不一定他觉得德国以后就可能自己免疫了就就更加不不不害怕了就是你们随便取得好反正我德国了对吧这个也是有可能呃对所以就uk的话他弄了一个back to work bonus scheme然后呢呃大家也要知道就是8月3号是呃us senate他呃就是us那个呃他们就是很多人就是上呃放假的时候他他8月3号的话应该会就是说这个星期很有可能推出一个 呃subsidy plan啊什么的呃就是就是救救助方案嘛有可能也会是back to work bonus啊但是呢他们这个现在就是很多很多那个很多的呃呃很多obstacle因为每个方案他们推出都有那种都有人说不同意为什么back to work都不同意呢他们就说哎这对那个已经在work的frontline呃第一线呃战士们对他怎么公平呢对吧 所以他们也不同意这个然后也有的人呢说是哎你那个你工作的话工作是呃你工作我们就给你subsidy你不工作可能就不不呃就不给你subsidy了就他就是为了呃激励大家找到工作吗但是这又有那个反馈的声音了哎那那这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没有工作的人你们那就不救了吗 那所以他们就是怎么说呢呃就是然后他们也没钱多到就是谁谁都救嘛所以他们现在也在就是但是我觉得很有可能会推出一个方案但只不过现在还是有点不明了大家可以预测呃就是推出什么样的方案 然后再提前投资那些股票就是可能会benefit的公司这样的话可能会就是抓到一起波嘛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永远不可能就是说等到新闻出来以后再赚大头我们必须得在新闻出来之前先预测到就比如说一月份二月份我预测到哎那个要暴涨暴跌了呃因为新冠在国内挡不住的然后我们中国人也知道就是新冠在国内就像把把那个国内变得像个地狱 一样对吧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我已经全部把仓卷了然后已经买了几个short对吧然后那个时候但是虽然我也等了一个一个月多嘛对吧但是后来就是啊有有有那个有回回报了对吧所以我们然后还要我们要提前知道哎哪个公司是benefit就是你等疫苗的消息出来了以后你再买疫苗公司那就错过了嘛对吧因为大家很多看到就是疫苗公司出出来那个新闻以后像 啊像啊那个像昨天那个新闻啊他出来以后你再买进去大几率就被套牢了嘛对吧啊novrax啊对然后呢像inovio也是所以大家要知道就提前布局布局到了以后就知道政府可能会要那个呃可能会要呃要救助这些呃就要要support fund这些呃公司了所以呢大家去提前布局好当然我这个肯定 当然都是马后跑不然的话我就买了对吧但是我只是说出来让大家也以后就有这种就是啊就是forward thinking提前想的这种思维对吧就我也是也是提醒我自己就不能追着追着一个股票而是得提前在那个时候下呃不好布局然后呢那个股票一来就呃对就但是我之前呢也不提前布局的是啥个呢就是codex他在10块钱的时候我布局了当然我13块钱就卖了呃对 当时因为提前提前提前布局时他们是做那个呃新冠测验的但是呢他们当时还没有收到fda对吧但是呢也就是怎么说呢我看他呃对我让我的一个medical friend就看了他们的一些原理啊什么他觉得是可行的 然后呢对所以呢就我就买了嘛因为我就赌他fda会通过吧fda通过以后30%马上来了对吧 所以就10块钱买13块卖 对接下来呢是Goldman Warns Delayed Election 就是大家记得这个就好对吧 就有可能11月还不进行那个Election 然后Facebook 其实昨天我们4点10分的时候 就是股市关了10分钟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就看到了一个消息 就是广告商和Facebook谈崩了嘛 然后呢今天又出来个消息 昨天的话其实After Hours Facebook是降了1%的 今天其实又升上来了 早上的时候升上来了 就是可能就是庄家想要那个割两次嘛 然后现在又对很早的时候 其实我看一下 对啊今天早上的时候 差不多5点钟6点钟的时候 Eastern Time 他还是就是还barely down 只是那个就是200还是240 现在呢已经又跌回来了 就238了差不多 对 然后呢 首先呢他们说 就是就是他呢 Facebook为什么广告说 用什么理由说那个不想要这个呢 就是不想要放广告呢 就是因为他呃其实呃 他就他的algorithm就是把把那些就promote hate hate的话就是呃呃仇恨的话 他就会拉到更多眼球吗 拉到更多眼球的话呃和engagement 对吧 就评论对吧 吐槽才会评论 不然你很喜欢一个人 你想到你可能还不会评论了 对吧呃吐槽的时候评论 然后呢就engagement上去了 钱就多了对吧 add revenue就高了 然后呢呃他们就说 还有还有一个不开心的就是 他说oversight board 他是independent的 但是他说他不会 他他现在没时间开始 诶我们秋天再开始吧 就是再等两个月嘛 其实跟别的那些公司的呃timeline也一样嘛 就很多大的公司也只是说 我们听广告一两个月嘛 对吧 然后Fatmeister呃柳个人说那个呃 说那个economic growth leveling off sees more help needed 这其实就是来铺一个店嘛 之后可能会有更多的呃 simulus package和那个呃 就是action coming out 对吧 大家也要小心 这个可能会是住短时间的一个涨的 但是现在这个市场 这现在这个经济啊 其实就是华尔街的牛市 另外every corner of the country 都不会不是牛市 呃现实生活中不是牛市 所以救助也是有怎么说呢 呃救不了呃现实 对啊呃 还有就是呃去年有负面消息 对呃全美关闭啊呃缩减那个成本 呃怎么说确实online shopping更多了 所以缩减开支啊什么 就是呃就是很这所以就坏的新闻都已经baked in 了吗 对吧呃呃呃这也是去年什么时候啊 ok 好我们先等等等等回的时候我们再说吧呃 home buyer mortgage demand spikes 33% 对吧呃呃这个的话我感觉就一跌的时候都不会一下子跌到底的而是反弹一下的 而我就是怎么说 有钱人还是有的 不是说疫情摧毁了所有的没有钱 所有的人 有钱人还是可以捞底的 而捞底的这些人呢 通常就是 这我妈是房产经纪 所以他他最近接客客量真的是多得不得了 怎么说大家都怕通货膨胀 对不对 有的人就投 很多有钱人就投股市的 很多人就投bond 然后呢 还有很多人就投在房子 对吧 再说因为在加拿大 我在加拿大嘛 这个市场有点不一样 因为接下来我们会感觉会有很多中国人 可能不去美国就来加拿大了嘛 所以呢 这个原因再加上通货膨胀 就有很多人有意望要买房子 对吧 然后呢 这home buyer mortgage demand s by 33% 但是呢 怎么说呢 因为他们就冲着这个利润去的嘛 而冲着这个低利率去的嘛 然后低利率呢 但是怎么说呢 还有 估计 就是 但工作还是少的 而且 就是用钱 最早是2019年8月份 对 那这 可能那个时候他们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确实 他们出个新闻 对 所以就坏新闻都已经 就是怎么说 他们已经提前 虽然不知道是 就是可能他们在 为了solve另一个problem 然后他突然就这正好 那个 那个打 打到了 就是歪打正着嘛 对对对 就是歪打正着 然后提前开始收减开支了嘛 对吧 现在收减开支的话 这种店面都必须得 就会他 他就是他就是大家都在这样 转让地面的话 店面的话 那店面的话就价格就低了嘛 所以他们能recruit的成本 就会更更低 如果现在就低风 而高峰期的时候 转让高峰期的时候 他们再转让的话 然后对 home buyer 但是就接下来 就虽然现在有一波有钱人 可以买到房子 然后他们想要 take advantage of the deal 对不对 低利率 但是接下来他们要买buyer 他们接下来一波buyer是什么呢 就是硬 硬的 呃 钢货就是 哎 经济好 大家都有钱可以买 然后互相把价格抬高 但现在只有一波 有钱人可以有能力把价格抬高 接下来第二波抬高价格的 呃 来买 从这些有钱人里面手里买的 那可能要再等一会儿了 对吧 所以我感觉现在只是一个回光返照 就有钱 在一近一两年内 可以买房子的人 都已经拿出钱来买了 对吧 呃 接下来 对 好 然后呢 insurance company 啊 就我看到这个新闻啊 就是insurance companies are exploiting coronavirus to make money 就是说他们有的时候就很那个呃 很很见的 他们就不会cover你的呃 你的那个bill 让你付高昂的医院费 然后大家想想看 这就是说明了 就就又又加 就雪上加爽了 就是你不仅仅得了这个病 你要不能工作 然后呃 还要住院 你这个住院的费用又相当于是你的几个月的工资 对吧 你已经财财务方面不是特别乐观的 你现在还要在支付几个月工资 worth的一个呃 一个medical bill 那就是会让你的就就就怎么说呢 contributes to uh 就是money velocity 就是钱在这个系统 这个经济啊 有多么快的流动 这就是为什么我就有点看 就有点科技泡沫感觉 因为呢 呃 因为现在就是大家 别的行业啊 都已经properly reflect 就是这个money velocity 就是钱的转动速度 它价降的一个呃 后果 但是科技完全没有 就大家以为科技就是不是人见人的 所以呃 不会被影响到 但是呢 呃 说实话 就是说你你要是去你原本有意想买一个新的什么科技新的手机新的电脑的话 你你现在还就有钱买吗 就是你被被被新冠这么摧残一下 你还有钱买吗 对吧 所以这个的话 接下来可能就会是一个呃 呃 对啊 呃 就 他会影响到 就经济是一个圆圈 对吧 呃 一个影响一个的 联想 连锁线性反应的 你一边的资金链缺 关系缺了 就呃 关系没有 不好了 就可能接下来就导导导致另外的很多行业就会就会不好 呃 就是比如说你就不买手机了 你不买手机的话 手机商他们呃就苹果可能就供应的货也就订单也少了 订单少的话 他原材料主义也少了 对吧 他chipmaker也少 呃就订单也少了 对吧 然后就 然后工资减财员怎么怎么怎么 然后又又更少更少的人有钱 而更多的人没钱了 然后接下来对对吧 就一个循环吗 对吧 还有呢是individual stock news amazon的话就是呃 我看看啊 amazon我记得呃 对amazon的话 他就是他最近一直在 他现在花了很多钱invested in india 呃就印印度 印度 阿三他们要关闭了吗 太多人得那个了 不说得智障了 就得得那个得得新冠了 所以呢呃 那个amazon的话可能会在那边thrive 他们有个他们就invested in that 呃in that area 他们也在amazon 他们在india有那个分布 然后呢 呃 对 还有新加坡他们也有就是 也在继续就扩张在里面吧 呃 所以这对这个可能会是个利好的消息 amazon 然后facebook的话说的也就是利坏的消息吧 就是咱们刚刚之前说的广告商对吧 然后 walt disney的很刚的 哎 他们说没事新冠你来吧 我们继续开对吧 呃 在florida开好像california那个还是没有开 这可能也跟周有关系吧 但是说实话 it makes sense 对吧 你你想想看那些in-door mall都开了 对吧 封闭的场所更加容易那个 但是disney的话可能还呃 其实也有风 这个我我感觉可能不是每个呃 那个场所都开了 但是至少就是你戴个mask 然后你去玩一下呃 呃有些户外的那些东西 呃其实还是可以的 对吧 因为至少空气呃 呃对呃对 但是人人如果多的话 那也不也可能变成一个coronavirus hotspot 对吧 呃当时那个时候也也很有可能会再停止 呃对 但是呢 对啊 但是人客流量肯定不会这么说达到那个标了 而且像 就是怎么说呢 很多人带自己儿女女朋友去walt disney 呃 sing park都不是情愿的 就像我带我女朋友去逛超市 逛那个逛 逛商店也奢侈品店也不是情愿的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用 我们作为男人 我们可以用哪一张卡了呢 我们就可以说 你要不要命 新冠还在流行 你竟然要拉我去奢侈品店 我 我是很想带你去购物的 但是 但是现在新冠呀 兄弟我们 忍一忍吧 对吧 那就可以不去了嘛 这是一张王牌 然后呢 walt disney 可能也有很多人就 有的男 就一家之主 和那个男朋友 可能就说 就用这个借口说 就walt disney不去了 还有的人呢 可能是 就还有的 小孩子和女生自己呢 是害怕得新冠 所以也不去 所以虽然开门了 他的客流量还是远远不如以前的 应该 还有呢 就是amc和cinemark 这两个电影院呢 大家看到 就是大家知道就是 他们的话是 他们应该涨了百分之 已经涨了百分之十了 好像 对 从4.13到4.64 他们的话就说明 说了 拿到一个新轮的financing了 但是呢 怎么说 电影院什么时候还能开门呢 这也是个未知之数 对吧 至少在美国 可能这是未知之未知 对吧 之前还看看 可能会说 夏天的时候可能会开门 因为新冠有可能要 怎么说呢 新冠低下来了 对吧 到这边呢 还说可能的 我们7月份的时候 可以看到的 看到电影院 上去了 对吧 梦想破灭 对吧 但是呢 amc的话 long term来说的话 是个好的公司 cinemark和amc 我们都看看 cinemark long term来说都是好的 因为他们挣钱的方式 有太多了 对吧 其实最挣钱的 就是卖爆米花 说实话 真的是卖爆米花 卖爆米花和喝的 对 所以大家就是 怎么说呢 可以想 要不要就开始建个仓 对吧 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可以 cinemark stock 对吧 看他 dividend yield oh my god 就是分红 就是怎么说 我看到分红大的股票 我就硬了 就给 哎 amc 看看 ok never mind 他 他市值4.44 啊 这个 要大很多 cinemark 我走 呃 但很大一个原因 至少是什么吗 就是就是股价下来了 嘛 但他分发不发 分红到还不一定 但是这个我一定要写下来 我一定要 呃 就是这种疫情过去以后 必须得会涨的股票 对吧 当然 当然我们这样吧 我们周末说再做一次看看他们的呃他们度不孤度的过这个危机 呃 如果 如果度不过的话 如果他们钱没有没有那个不够的话 那那可能就要他们要chapter 11了吗 chapter 11你现在呃 投资在你的呃成本价再再低你也不会怎么样 嘛 对看见没有 这这就是庄家在那边出货 出货 然后放很多好消息 然后这样 就下来了 呃 所以所以就不要追高吗 对吧 不要追高 因为很像科技股很可能就像这样 对吧 一路上去 一路melt up 融上去 然后让你觉得哎 你你今天买了什么时候买了都会是挣钱 但是不要急就下来了 不要急你就跌懵了嘛 就以为很很快再上去了 不要急再来 不要急再来一点 再不要急一下 对吧 但是现在不要急到这边2008年还低的时候 我感觉呃 他他场所 他这个模式和他的brand是是好的 就是说我我就是因为我女朋友 经常会说哎 我们你为什么这么不浪漫 我们为什么不每个星期看一个电影去 我有时间吗 但是这这也是一个女女生的一个 怎么说 小小的粉色呃梦想吗 对吧 就是去浪漫的看这个电影 对吧 然后中小学生呃的dating的时候也会去 就加拿大话去cineplex 到时候我查一下美国哪个电影院分布更多一点 然后我们对 然后再查哪个那个哪个电影院的呃 基本面更好一点 基本面更好一点